2D最重要是把这两个工区列 第一个工区叫绘图工区列 第二个叫修改工区列 这两个工区列是2D绘图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工区列 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工区列熟练的话 基本上2D的基本能力大概就有7-80分有了 因为大概7-80%的功能都是用这两个工区列 这个工区列其实你可以拉出来 你爱放哪里就放哪里 我的习惯是放这里 放的方法其实反正你们自己慢慢熟练 跟OBIS有点类似 你就点虚线这一块 可以把它放进去 等到有虚线的地方放下去 它就会刚好放这里 所以恐怕多练几次就熟了 如果说你实在不小心怎么样 把它关闭起来 可能关闭起来 我刚刚有教过 或者你重新再跑一下OBIS 再做一次也会出来 可是就是这一条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你们也可以到什么 检视里面有个什么 工区列 你有没有看到工区列 这边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把它叫出来 在工区列里面 它也会显示说你有哪些工区列隐藏在里面 你希望把它叫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方法 我的习惯是因为这里面蛮多工区的 或者是说我的习惯是直接在工区列上方按右键 工区列上方按右键之后 你就会看到其实有打勾的才是有出现的 没打勾的都没出现 所以OBIS藏在里面有很多的指令 其实这个按钮就是一个指令 里面的指令就会藏在里面 如果说你希望把刚刚那两个叫出来 怎么叫呢 你就记得一个是什么呢 修改 对不对 你就把修改给下去 修改出来 对不对 再按右键一下 还有什么呢 绘图 所以你就找到绘图工区列 绘图在哪里 绘图 应该是绘制 好像旧版是叫绘图 绘图 反正这边叫绘制工区列 那你就怎样 再把它搬回去 放回去就好了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会用到 像3D里面会用到的工区列又不一样 3D里面又会用到什么 塑形 或者是这边里面还用到是图是负 这个是负的话是我们出图的时候 会用到视觉形式 这个是3D里面会用到的比较多 或者像配置 阵列等等的这些功能 那一般如果没有用到 你就暂时不要叫它出来 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工区列 一个是叫做绘制 一个叫做修改 这两个 那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要做这两个练习 那再来就是说呢 练习完工区列之后呢 那请各位 把刚刚在网路上的邦尼的这个讲义 你们 因为目前现在我们手边没有教材 所以你们就把它打开来 那先 如果有随身碟的同学 你就把这个档案看 这样先把它抠回去 然后可能的话先把它印出来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会先把这些题目 稍微跟各位做个讲解 那这边的话 你可以先来看一下这边的题目 比如说像第一题 这个地方 它有跟我们讲一些尺寸 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个地方 假如你今天要画出一个 这边到这边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实际 70的一个圆 那这个圆里面又有很多的 像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符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些图形画出来呢 或者是第二题 第三题 那其实呢 这些方 这些 这个图你要怎么画呢 实际上呢 就必须用这两个工具列就可以完成 就这两个工具列 我想各位先把那个工具列